然后这款游戏重重守卫战 这个也是 再出一阵子了 剧情 保护水晶 我这穷穷拿刀 下面有能量条满了以后他就攻击了 这个有点混了弓箭传说玩法是不是 而且不用站着你看这样子就会滑了 这一支是我的同伴了 萝卜炸弹 我们用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好了 小龙犬 萤火虫 这有很割草 黑洞 魔法飞轮 想要看哪一个 牵引雷 好我们用 黑洞那个我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了 我们用这个魔法飞轮好了 这样子看起来最终竹笋 我们用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这样才好玩 好吧 虽然他未必是最强的 但 他会是好下的 单手剑伤害增加50% 极寒领域 这什么 跟你讲 一个角色要变强啊首先要有 领域 输出加100% 这是我领域 修罗领域 我的吉他女性在哪里啊我们看到啊 最终竹笋 小看我的竹笋攻击是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可以这样子传送的耶 甲壳勇士 我可以把他派出来啦甲壳勇士 但首先会有剑气哦 做得还不错啊挺丝滑的 这发光的地方是怎样 点选 靠北啊 这边可以挡住啦 这个其实 这游戏是很特别的耶 他融入塔防的玩法就看 像这个吗 对不对 因为 最后面就是我放的主宝 他融入了塔防玩法然后又融入了割草 融入了弓箭传售玩法 其实他是三合一的耶 对不对 你看 这场景就是啊 我到底有没有什么 我没看到我的那个啊 集团领域在哪里啊 我就一直点 哎呦被打破了 我们再点这个 算算算算 巨怪出来了 我挡一下 你提升甲壳的血量好了 嗯 伯伯炸弹 我挡变超多的耶 这个手机配备不好的话可能会卡哦 单手间变圆形的 好凶哦 嗯 冷却减少10秒甲壳勇士 好啦 甲壳是挺好用的啊 哦 这个啊 这就是我的领域是不是 在右下方啦有技能啦靠北我现在知道 怪物已经伸到等级4了啊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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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啊 这等级4啊 要把他hold住啊 冰封领域 哇 点选 参集出现了 嗯 魔法飞轮 我从后面打 从后面开始开杀啦 啊我这次从后面倒着 刷 我的领域要来咯 刷 我冰死你 诶等一下 下面这边落网之鱼诶 诶其实还蛮好玩的诶 那这游戏 也是一样就是默默都没有在打广告 诶 凭的就是一己之力 试一下 是boss其实很强 我走他屁股后面打 他就充当了堂克吧 领域 屎 我那只机械人好硬喔 硬邦邦的诶 他不是机械人 我的伙伴 硬邦邦的诶 因为我把他升满了 攻击力跟血量 诶 他死掉了 他又派出来了 冷却时间又快 又可以hold住 我跟他同归一徑啦 来啊来啊来啊 我就点着你 反正我下面有一个大爱心 可以拨过很多血啊 凌律 死了啦 不堪一几 做得很不错诶其实 来我们看一下他首页 他等于是三合一嘛 这种概念融合的 这游戏还是一样啊 就透过抄袭而进步 对不对 然后就越来越 丰富化 现在放置类型 游戏都会导入 其他的小游戏啊 像歌槽啊 开宝箱都导入在放置挂机 的卡牌游戏了嘛 我这个未来的走向 就会这样 就是多种游戏混合一体哦 就是会更丰富化 装备一下吧 单手键 单手键跟我刚刚我现在拿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七日活动 还有什么 任务 成就 签到 送了一把钥匙 嗯 解开一下 精英补给箱 要看广告才有 算了吧 英雄部分好像还没解锁啊 应该有其他的英雄 我只是想要试一下这把武器 是怎么样 点选 你点了以后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传送过去了 哦 这把好像不是特别好用 允雷 好我们用一些 比较基础一点的 就是比较常看到的像黑洞那些吧 允雷 怪物已经上等级四了那么快 冰封球 死亡光束 死亡光束 这把很明显就没那么好用了 弹力西瓜 招式还挺丰富的啊 死亡光束 啊死亡光束技能啦 跟那个冰封一样啊 召唤十巨人 十巨人看一下 这是不一样的巨人 那看起来就知道没有乱做的啊 他做的挺丰富的 死亡光束 好啦本身影片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这边